黄荣死后,他的儿子隐姓埋名,历经一番忍辱负重,忠诚,魔教教主 通过神雕侠侣,我们知道黄荣替郭靖生了三个子女 分别是大女儿郭福,二女儿郭湘,以及小儿子郭破鲁 可在后续之作《以天屠龙记》里 金庸耗费大量的笔墨讲述了另一个江湖故事 全篇著作和郭靖一家无关 原来以天屠龙记对郭福、郭破鲁之字未提 就连郭湘也被金庸匆匆写死 加之郭湘为情所伤,他落发为尼终生未嫁 就样看来郭家的确在后世江湖里销声匿迹了 不过一种解读之法非常有趣 黄荣之死并没有死,他隐姓埋名逃出了襄阳城 成就了另一番丰功伟绩 要知道的是,以黄荣的聪明智慧 他早就看出襄阳城破只是时间问题 的确,陶庭日渐腐败,供应的粮草原兵捉襟见肘 即便郭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黄荣难道不会动动脑子,给郭家留下一点香火 于是在黄荣巧妙的安排之下 他给蒙古人制造了一个郭破鲁跟着父母战死襄阳的假象 另一边的郭破鲁神不知鬼不觉之下 早换了平民百姓的衣服 然后跟着难民一起逃出了襄阳城 不过忽必烈极其多疑 他攻入襄阳城之后仍派了不少兵马 四处追杀中原豪杰 郭破鲁这个名字是万万不能用了 对郭破鲁而言,郭靖、杨过二人对他影响重大 这件事情让郭破鲁记忆犹新 他立志要学郭靖杨过那般 成就一番大事业 郭破鲁想来思去 他将郭字分开,取了右边的耳朵旁 再取了杨子的右边,凑成了一个杨 也就是杨作为了自己的姓氏 随着蒙古人长驱直入 整个中原也落到了蒙古打子的手里 此时的蒙古人一手遮天 在中原胡作非为 郭破鲁恨得咬牙泄齿 他立志要推翻蒙古人的天下 让汉人能够继续在中原上顶天立地 于是郭破鲁取了一个名幻作顶天 至此,郭破鲁改名成了杨顶天 杨顶天为了报仇血恨 竞相奔走 无奈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日渐壮大 就连各门各派都屈服于朝廷的淫威之下 眼见大势已去 六大门派又都不敢与元朝明目张胆地作对 杨顶天颇感失望 一日,杨顶天赫然发现 中原竟有一个帮派换作明教 明教虽然吸纳了不少奇人异事 但却敢和蒙古人针锋相对 杨顶天顿时精神大振 他当即投入明教 在历经了一番忍辱负重之后 杨顶天一路高歌猛进 中车明教第三十三代教主 数年之后 明教在杨顶天的整顿之下十分兴旺 但波斯总教却下达了祥元的指令 杨顶天的毕生夙愿就是驱逐达鲁还我和山 他怎会轻易放弃 于是杨顶天严厉拒绝了波斯总教的命令 是要与蒙古打子周玄到底 看到这里 相信一些读者会说了 杨顶天就是郭破鲁有一句吗 首先 郭靖黄荣生前将以天剑传给了郭湘 将屠龙刀传给了郭破鲁 凑巧的是 杨顶天时的兵刃也是一柄单刀 书中是这么写的 杨教主心想不该要带起司为他送命 昂然道 乖女儿 你这番好意 我心领了 我来接韩兄的高招 说着除下外跑 取出一柄单刀 他是决意往坛中一跳 从此不再起来了 无独有偶 随着杨顶天命丧名教密室 狐龙刀也开始在江湖里斩入头角 继而引发了一个又一个轩然大波 其次 纵观后世江湖 哪个门派赶正面与元朝作对 为何唯有杨顶天带领的名教杆 和蒙古人正面交锋 更重要的是 名教素来被江湖中人称之为名教 而杨顶天身为名教第33代教主 为何杨过 黄山女 郭湘 张三丰都不敢动他 如果古墓 峨眉 武当三大帮派联手 名教早就土崩瓦解了 哪有一天时代六大门派 围剿光明顶的事件 只不过杨过 黄山女 郭湘 张三丰 甚至杨顶天的来头不小 碍于郭靖郭大侠的为名 又看在杨顶天 一心驱逐达鲁 这才没有围剿名教 当然 以上说法只是笔者的一种解读 金庸的武侠小说 留下了大量的空白 即便全书完结 仍拥有多种剧情延伸 这也是金庸武侠著作的魅力之一